Out in the fields under the sun Durian's harvest we've begun Country roads lead the way in every basket Hi 大家好 我是榴莲哥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有趣 而且非常重要哦 今天我拍到一些东西 你们一般上都没有看过的 你看过的话也不敢靠近它 想知道什么东西呢 我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 顺便告诉大家 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打什么电话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然你看到这些之后呢 最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而且这个知识你一定要学会 因为可以保护你的家人 而且可以保护你的邻居和朋友呢 好 最近我买了一台 insta360X3真的是爱不释手 因为它可以清晰地记录下我们周围的一切 我喜欢骑着摩托车到处逛逛 拍了不少平时看不到的景象 今天呢 我就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在一个验着的中午 我骑着摩托车路过一家工艺 突然注意到树上掉着一个非常大的包裹啊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蜜蜂窝啊 我立即下车查看 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物 如果有鸟类或是其他东西 撞击到这座蜜蜂窝呢 附近的鸡民和路人都会有危险 因为这些蜜蜂的毒性是非常强的 于是我就拿出我的设备 把我的Insta360S3 装在一根六尺长的杆子上 伸出去靠近蜜蜂窝 一 可以拍下照片 把这些照片传给市政局 好让他们知道这一件事情 也可以要求派送工作人员来清除掉他们 二 想让大家看看 这近距离的景象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动作有多危险 直到事后我才知道自己非常的幸运 没有被蜜蜂盯伤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千万不要学我这样做 因为它有很大的可能性 有生命的危险 当我把相机靠近蜜蜂窝的时候 突然一阵大风吹过 我一不小心碰到蜜蜂窝 瞬间大量的蜜蜂朝向我飞过来 吓得我一身冷汗 幸运的是蜜蜂离我还有大概三尺的距离 没有对我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次的经历呢 让我明白 意外往往发生在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的时候 当危险来临时 再后悔就来不及的 所以当你发现一窝蜜蜂的时候 千万不要靠近他们 在马上打电话给当地的市政局 让他们派专业的人员来处理掉这些高风险的迷惑 这样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了家人 你必须把地点还有照片存过来 这样才可以采取行动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都能学会挣钱作法 保护自己保护周围的人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拜拜